那接着又有人问这个问题 就是一直以来有到场做所谓的佛化婚姻 佛化婚姻这件事情到底怎么办 是这样子的 他也不竟然说是犯第二重罪 没有 长老们做的也不能这么算 因为他们已经谈好了 也登记好了 这个时候你已经不需要媒合 你也不用媒合两方 他们已经谈好了 是这样子 但是那个证婚人不适合出家人 证婚 因为谈好归谈好 你不要去证 因为证有什么动作 证有最后今天送入洞房行影的动作 有这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就有什么 就有不证犯 但是有瑕疵 也就是说有犯欺 至少有犯欺 这是我没有那么专业 但是我们很早以来 我们就对这个问题 有讨论过 他至少有犯欺 所以这样子的话 形象上会不好 所以最好的形式还是怎么样的 就是给他祝福 他说他的一切行为都完成了 他还是可以意义上来示 做什么事 做三规 简易的三规 也就是所有的婚姻行为都完成了 法定行为都完成 他还是可以来 那个时候来 就不好说叫做佛教婚姻 应该说是 佛教婚礼 可能不太适合这么讲 可以适当的说 就好像有时候 有时候这种说法 短期出家 我告诉你 出家如果是短期 就不成为出家 出家不能原念什么时候还俗 哪怕你出家只有一天就还俗了 有人就这样喝醉酒了 喝醉酒跟人家打赌 赌说我要出家 你敢不敢 敢啊 来啊 出家 就剃了 剃了隔天一醒来 我怎么这样子 你昨天跟人家打赌 赌说你要出家 就被剃了 我才不要了 当天还俗 可以 出家成为人以成立 但是你说我只出家三天 出家不成 没有那个原念着 我只出家几天 所以这样讲起来 没有所谓短期出家 但是呢 还是外面有这种讲短期出家的 那个是啊 他不得已 他用这个名称而已 其实他并没有 也没剃头 也没怎样 那叫做短期出家 体验营 后面那几个字 应该是这样讲 是相对比较OK 那所以我在巴弹岛啊 印尼巴弹岛啊 我主持第一次的短期出家 我一去的时候 他们也是傻傻的 不清楚啊 然后就怎么样 就男生嘛 有准备剃 女生偷偷不愿意剃 我说我就当场 我就 我就说 不要剃 就不要跟我讲短期出家 通通叫做八戒女 受八 八关赛戒 那就不要剃 那我给你们受八关赛戒 我就没受 那男生要出家了可以 那没剃头哪 什么叫出家 他们想一想也对 后来呢 就好几个女生啊 都剃 剃了之后呢 就撑哦 撑了两年才还俗 我说你们不能想 什么时候要结束哦 不能想哦 你可以 在我离开 我们结束之前 你可以决定要还俗 但现在不能想 现在要想的是 我 我永远出家这样 果然耶 他们就这样撑了两年 然后那个什么 那个三明啊 三明 三明师啊 上次来了三明师 这次本来他要来 就遇到疫情 他不能来 他儿子也是 那其中有两个女生 就这样子呢 就剃了 把他家人吓坏了 然后就这样撑两年之后 还俗去了 还俗了就在脸书当中 偶尔冒出头来 就是半年前 他冒出来了 一个比丘尼 然后说 哎 法师 我现在在意的是 这个这个 读佛学院 我说你哪位啊 我就哪位哪位啊 我说想不起来 哦 我再想起来 后来再想起来 原来当时那个短期出家 后来撑了两年还俗 他现在真出家去了 真做比丘尼 这就好姻缘了 那完全没问题 所以这个是可以的 所以呢 基本上 应该一个名字 不适合说 不适合说佛化 佛化婚礼 但是呢 有时候对社会人士 你就像这个 转期出家一样 其实不适合这样讲 但是你还是这样讲 大家比较听得懂 它什么意思 其实它背后的意思是 短期出家体验营 那网络上就一堆酸民 或者是一堆 好像觉得 做纠察对事的 他就说 这没有剃头啊 这怎么叫出家呢 这话还是我说的 以前我都公开说 现在你还反过来 拿来质疑我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个是体验营而已 人家就是用这个名称 比较容易懂嘛 他也不是说这样 就人家供养 也没有啊 那几天就是这样 过那种日子啊 类似这样 所以你说长老 他把它讲成叫做 佛化婚礼 其实只要你在操作上面 法律上都完成了 他来的话呢 就是做一个什么呢 做一个 一个归仪式 或者做一个 礼佛 诵经 祈祈祷 发愿 这样 然后呢 师父证明你们 比如说受个五戒 至少受一条 一条戒 叫做不协仪戒 这样子呢 当做 当做 所谓 佛化婚礼的内容 这样就可以 名称上 还叫做佛化婚礼 但实质上 已经不 跟戒御有关了 既不去证明 也不是去媒合 都不是了 已经是什么 帮你 成就 婚姻关系 更坚固的 寺院 寺院 这样就可以 那这个时候 对外 为了教化的目的 对外 我们在讲说 佛化婚礼 我是觉得 这个就不要再去 说他 因为在本质上 他并没有做这个事 并没有做媒合的事 这样就OK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这样让社会人士 感觉到说 我们的婚姻 一样可以在三宝门中 受到祝福 受到呵护 这样 那么很多的 很多的文化媒体 特别是演电影 结婚都在教堂 奇怪了 台湾有那么多人 信基督教吗 怎么结婚就会在 怎么演就是在教堂 但是死人 就出现和尚 招魂 就出现一个 出现一个道士 怎么这么奇怪 然后呢 说什么 妈妈为爸爸 这个 这个 抄贱 抄拔 花了十万元 女儿就要讲 我说演电影 或者演连续剧 或者演影集 女儿就要讲 你是不是被骗了 奇怪了 他超度 他超度 拿钱去超度 表示供养 这样就叫被骗 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 这种刻板印象呢 一直使得 我们的佛教的弘扬 在社会上的弘扬 一直被戴上这种帽子 这种帽子呢 更特别在今天 比如说 社会人士 谈什么呢 谈 佛系 也是这样 什么是佛系呢 就是一种 媒体 他就这样跟你 跟你这样定位 这个定位 没有太差 但是带着一种 带着一种 不是很 很 很庄重的态度 刚开始的时候是 我后来 我特别录了一段 那整个社会上 才比较歇习一下 特别是佛教徒 我说那个佛系 就是给人感觉 不食人间烟火 然后呢 不知天下闽驾如何 只是说一些虚无缥缈的天边事 这个时候肯定讲觉是佛系 后来慢慢的呢 我公开说 我说不是这样的 佛系你如果要说的话 还勉强说的时候 它是一个比较慈悲的 或比较温和的 你还可以这样讲 媒体 我猜媒体有人听进去 你现在怎么用佛系 已经开始不再用 这么调侃的角度 他用什么 他说 英国 英国不强制 在这个疫情当中 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 他不强制人民 这个封城 只是一再的宣导说 保持距离戴口罩 但也不强制 这样子呢 由人民自行决定 这样叫做佛系 佛系防疫 欧洲目前有两个代表国家 一个是英国 一个是瑞典的样子 瑞典呢 最近又爆出来说 佛系防疫 受到极大挑战 这个什么呢 死亡人数 染病 然后死亡人数 已经冲破11% 有一百个人染病 有11个人往生 那这个当然是太大了 一般他这个病 因为传染力这么强的话 死亡率低 大概在三上下而已 二到三之间而已 他就是因为死亡率低 所以传染力才这么强大 他如果死亡率高 多多多死光了 没办法传染了 是这样子的 所以他就是这个情况 那就开始讲他是佛系 这个时候讲佛系 理论上说没有太糟糕 媒体这样讲 没有算太糟糕 也就是说 给你空间 没有那么强制 那为什么他会这样 用佛系呢 不用基督教系呢 在台湾的媒体 好像结婚跟佛家无关 佛家就是什么呢 清灯半目鱼 孤独过日子 所以结婚就不会在庙里 然后呢 死人就出现和尚 那结婚呢 上帝祝福 所以这种刻板印象 就变成说 年轻人特别要准备结婚的 想结婚的 正在恋爱的 他就不想touch 也不敢接触佛教 好像一接触佛教 就是要清灯半目鱼 似的 刻板印象 好了 这种刻板印象 放在媒体当中 他另外一个就是 这种所谓政府不强制的 他就给他一个佛系的名称 好像这个不算太坏 意思也就是说 佛家比较温和 不强制 他就用佛系 他用了佛系 好像整个台湾人都懂 他没什么违和 大家都懂他在讲什么 我这样大陆可能就不一定这样用 台湾就这样用 整个社会上 似乎觉得 佛教就是 柔柔的 温温和和的 突然间有人叫 司法杖 跑到什么呢 跑到总统府前面去抗议 好奇怪 这个人是怪胎 就这样 整个社会上是这样看 是这样看 像我昨天在念说 台湾的佛教父母 太阿Q了 都没有让儿女 后来能够信佛 太放逸了 我猜也会有人听得很不爽 因为佛系的人 不会这样讲话 其实那是刻板异象 不是这样的 法无定法 这个事情要真正拿来严重性谈 当然了 社会上就是这个刻板异象 我今天要这么样谈法 就是说 我们不能再顺这个 过头了的刻板异象 这样不行 因为现在的年轻人 是很有自我主张 而且欲望是一点都不遮掩 现在的年轻人是这样 很西化 一点都不遮掩 大陆固然目前还不至于走到那样 但早晚也会那样 那个味道都在那里 都准备在那 准备好在那里 只是目前还没那么快而已 所以在那种情况之下 他们对欲望的看法 是非常的觉得 没什么好掩饰的 当他这样的时候 他们更容易拥抱 他认为合理的欲望 而佛教如果一直在给他感觉 对待婚姻就是那种遮掷的 觉得丑陋的 那年轻人就又隔了一层膜 所以我要说的是说 婚姻后的那个 结婚后了的这件事情 大臣应该给予祝福 我们这样才能够让年轻人感觉到 他虽然没有出家 但是他可以信佛 他的婚姻关系 已经完成了的婚姻关系 仍然在三宝门中 受到了完整的祝福 那他可以修行 这个必须要有 不然未来会越来越隔 越走越远 我们佛教当中隐含着 传统佛教中仍然隐含的是这样 是这个意思 那当然了 还有一个是佛教相对会 那是无解 那是相对比较无解的 那是没办法的 你比如说 像我 我那双胞胎弟弟 他就摆明了 他老婆当年就坐在他下面的学生 那他妈妈呢 他妈妈专门做媒合的 他妈妈就 因为真耶稣教会呢 他们是不能在局外的人 尽量不以局外的人结婚 哪怕是其他教会都不行 要在真耶稣教会之内 所以他们就 这样子的教派 就一定会容易出现 有专门媒合教派内男女的 这种人出现 而他妈妈就是 所以他妈妈也算是长寿 活到现在 现在还在 我那个双胞胎弟弟 也很爱放散 偶尔都会放散一下 说他带爸爸妈妈去吃 吃好吃的 我有跟他讲 我说这个年纪了 其实不必再大鱼大肉了 清淡淡减 恐怕对身体比较好 但他各有姻缘了 那然后呢 然后他妈妈就在这个 教内就摆明了 要为他儿子找太太 那最后这个媳妇 是他妈妈自己找的 然后他看了也基本满意 他们告诉我 他们夫妻来了 来万佛寺的时候 跟我聊起来 跟我讲这个事 佛门就没有这样 这一点确实 我们也不会像 灿云老和尚 灿公老和尚说 佛妻男生女生分开 我们没有这样做 但我们仍然告知说 这终究是佛门 这不是交仪之处 交仪啊 不是 更不是男女交往之处 不是 我们是这样 我们表达出来的态度是这样 那教内的气氛也是这样 这一点没什么 没什么 没什么不好 也事实上是这样 但 其他宗教确实不同 这点是要对这个 所谓的年轻人数目减少 也要做一些平凡 在这件事情上 佛教的本质 或者他的一个因缘 他确实也不太适合 在寺院里头说 让年轻男女在这边做交仪 这不适合 无论怎样都不适合 那这种情况对 其他宗教 别说基督教天主教毫无禁忌 回教基本也是 只是说回教他们 女生不能随便跟男生 在婚前有交往 这样 他们可能对看一眼 觉得有意思 要由家长来出面谈 这是我们就不谈 那哪怕是道教 那也OK啊 他们也没有这条条律 也没有这条戒律 佛教固然没有说明文的戒律 但是佛教的道场中 不宜男女做这种交仪行为 互相交友 这种行为呢 那是事实 这个没有办法 那么所以这样子呢 有赖诸位有势之士 在范围内尽量要努力 所以我才会讲说 婚姻后应该大臣要展现出 祝福的情况 你才能够再让年轻夫妻 还能够在佛门当中 比较容易接触 好 这是有人回应 在昨天的那个课程当中 有人回应之后 那我要做一些补充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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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阿弥陀佛